广东16岁虎拳小子练武12年 一级黑虎掏心 打死澳大利亚巨人拳王 大家好 我是小马 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场世界比武大会 中国对澳大利亚男子综合格斗大决战 视频中左边的这一位 就是我们中国广东的小伙子王大宝 哇 我们看一下 刚开场就把澳大利亚的巨人拳王打倒在地 大家看一下 现在被压在地板上的这个澳大利亚巨人拳王 他的名字叫做杰夫·阿尔瓦雷兹 现在他又站了起来 双方的比赛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我们的王大宝16岁练武12年 没错 他从4岁就开始练武 打的是虎拳 他的身高是1米78 体重是60公斤 确实有些瘦 大家看一下澳大利亚的拳王 脸上已经被打得满脸是血 劈开肉战 他的身高达到了1米94 体重是100公斤 也就200斤 哦 我们看看王大宝面对 这个凶狠的澳大利亚巨人拳王 丝毫不怯场 哎呦 来了一个从天而降的打法 这个重击 王大宝被对手锁住脖子 哦 双方又回复到了战力 小心 吃到对方一个重拳 好的 又是一个重拳把对手顶在龙边 趴下 从上往下垂击 哎呦 被对方裹过 是的 再次打中他的耳朵 跳起来的超人拳 连环左右摆拳把对手打趴下 现在就是黑虎掏心 哎呦 直接把对手打死 哇 他平时练的黑虎掏心 一般都是打干部啊 或者是腹部 今天他直接把黑虎掏心这种打法 打到了对方的脸上 太帅了 恭喜王大宝为国争光 让我们伴随着精彩的慢镜头 结束今天的解说 多谢大家的支持 喜欢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